世界银行说,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推动全球经济复苏,预计2014年的整体增长将扩大到3.2%,2015年则达到3.5%。 不过,国际劳工组织表示,这些展望并没有帮助全球失业问题,盖伊莱德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总干事。 2013年的数据显示,全球有将近2.02亿失业人口,与2012年相比,增加将近500万人。 位于日内瓦的这个组织说,增加的失业人口大量来自东亚与南亚,有将近一半新的求职者来自这个地区,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洲。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说,经济增长仍然太弱,不足以促进就业。 如同我所说的,整体方向是正面的,但是全球的增长仍然太低,太脆弱,并且太不平均。 此外,就算我们预测经济增长的幅度升高,还是不足以创造两一个工作,满足全球各地的求职者。 根据目前的趋势,国际劳工组织说,到了2018年,全球的失业人口将额外增加1300万人,而青年失业率上升的速度将加快将近三倍。 年轻人尤其是失业问题的受害者,7450万个失业者的年纪介于15到24岁,这个数字和前一年相比增加了100万人。 从比较积极的一面来看,这个联合国机构说,工作的穷人数量正在下降,不过他还说,大约有8亿工人,也就是超过四分之一的全球劳动力,每天只有大约少于美金两元的生活费。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。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。